五子命案到现在无解 但是这世界上真的有鬼的存在吗 有一部电影里面叙述的说 有些人想要制造恶灵出来 不过在1970年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科学家 他们想要制造什么 想要制造灵魂 最近就有一部电影 叫灵异档案 其实这部灵异档案 它的的确确是按照1970年 牛津大学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的案例 这个实验的案例 它说明了一个 就是它拿病人当作实验 当然这个它是结合了 所谓的神学家 灵异家 还有精神科学 还有精神医学的等 这些甚至于卷破学都有 它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 它是用一个病人来当作一个实验 结果真的是把那个所谓的 邪灵呼唤出来 你说把邪灵呼唤出来 真有邪灵的存在吗 它说真有邪灵的存在 因为牛津大学做类似的实验 不止一次 至少现在公布的至少是七次 那是不是牛津大学 是第一个做实验的 未必 第一个实验的是 加拿大多伦多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它做了一个叫做菲利普实验 菲利普实验 它是用一个操心理的方式 然后它想定了一个所谓的历史人物 而这个历史人物 经过大家的脑力激荡以后 它把它的图案是汇了出来 好 汇了出来 像电影中像所谓的幻影这一类的 就是说 他把菲利普打造出来以后 那他们尝试着要跟菲利普进行沟通 那进行沟通 他跟牛津大学不太一样的 那个牛津大学是用真人 而他们是用幻想的 叫做菲利普这个历史人物 你看这是大使的画面 他要用桌面进行跟他沟通 各位可以去看 这里面大概是有七个人 七个人他们把手都扶在了桌面上面 桌面上面他们尝试跟他沟通的时候 等一下 他桌子就开始自动旋转 桌子为什么会旋转 他好比说他敲一响是是 敲两响是否 对不对 他就是问 桌子他们是摸着桌子 为什么桌子会翻起来呢 对 各位看他们的手都没有离开过桌面 可是他们的手只用手指头去碰着桌面 不可能把桌子翻起来 对 他是跟菲利普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这种怪异的现象就是说他问的问题或者他答的问题 或者他想表达的一些问题 各位可以看桌面上面他类似台湾的什么碟线 类似台湾的碟线 所以各位看手 他们的手你看都非常的一致 他就是用碟线的原理去把他虚构出来的叫做菲利普这个人把他给召唤出来 但是有华哥你说到碟线但是这些人都是科学家科学家相信这件事情吗 他们相信他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实验 他们认为说我只要把它制造出来的话 他就可以跟我进行交流 这个就是人灵之间的一些交流 交流完了以后 耳后会有奇奇怪怪的一大堆的动作 这种动作他说明了说事实上 人世间的确是有灵的存在 你注意如果呼唤出来的是邪灵的话 邪灵在这世界上出现 这是否代表着说如果跟灵界的沟通过当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思议的状况呢 不过说到日本 日本最近在疯狂的传着五张的照片 这五张的照片其实里面有着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这样灵异的照片让你看了 你也会觉得诡异啊 五张超自然的照片全部在这儿 日本现在兴起了很疯狂的讨论 但是从照片中看 你可能看不出什么玄妙 我马上让你来看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照片里头 到底出现哪些问题 这张照片是一个男的 在二十年前拍的 他说他家需要整修 他就找了一群工人来整修 可是呢 他当时为了要记录整修过程 用相机拍这张照片 但后来洗出来 他想要怎么说 因为随着镜头慢慢的往里面 你会发现 最后一个工人他的右方 稍微偏右的玻璃窗 你知道那个玻璃窗里头看到了什么印象吗 玻璃窗里面有印象有什么东西呢 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 而且只有下半身啊 等一下 怎么可能 你看 我告诉你 他当时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他整个人都厉害 因为他想这种怎么会出现在我家的窗上呢 可是窗户倒音出来的女生好像是掉在上面耶 你这样不是更落井下石 你讲的让这个照片的主人更害怕 没错 当时你这样的说法 的确也有旁人这样提醒他 他怀着坦荡官的心情 边看着照片边想 我该不该好好进房子里面一探究极 他最后鼓起勇气他这么做 他开了门进去 趁工人都不在的时候 没想到他一进到房子里 靠近那个角落的时候 他竟然当场晕倒 他到底看到什么 他感应到什么 看到什么会敢说 他知道他晕倒 所以他立刻停止了装修的进度 并且把这个房子 赶快逃离这个房子 至今荒废在那是鬼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 这是一个小男孩 没错 这照片投稿的就是他 就是居家照片的投稿节目 但是你去看 这个小男孩 当时是他父亲 帮他跟他妹妹一起拍的 但你看那后方的木门 再近一点 这是什么 等一下 有一个画像在上面 你觉得这是画像吗 这不是画像吗 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 长发女子的灵体呢 等一下 原来是个灵体在这门上面吗 而且他的五官非常的明显 脖子 从脖子以上的五官 他留着长发 这无庸置疑 好 有人就讲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不过就是木门上的一些旧痕而已 但我告诉你 你说他是旧痕 拍照的爸爸 还有这些小孩子都说 这是我家 我会比你不熟悉吗 木门上面 第一 完全没有旧痕 你说木门上面没有这样的痕迹 拍照的时候也 每天生活在那边都没看到这些东西 就是没有 而且他说拍照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什么脏污或水痕在上面 后来你知道这张照片 右边的那个小女孩 她后来遭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虽然他大难不死唐卫杰 但是他一起坐摩托车的另外一位朋友 却不幸被撞死 他则是受到重伤 那是不是跟那恐怖的这个 有联系 部门上的这个痕迹有关 就不得而知 第三张照片 是一个男子在他家公园走路的时候 他们拍的 可是你看这男的他没有头啊 没有头就算了 他还被一团白烟给附着缠绕着 而且这个白烟你再仔细一看 它是普通的烟吗 它不像吧 它像是一个 不怀好意的灵魂 我们叫日灵 你看 近看之后你会发现 我没有乱说 人家日本他们研究 发现这个烟雾所形成的 是有五官 你看那个鼻子多明显 而且他 看起来就是不怀好意 好啦 有人看了这个节目 看到这张照片 马上跟製作单位讲 那个照片里头 走路的那个是我爸爸耶 怎么可能 而且我爸爸后来这张照片 拍摄完毕之后 在家中跌倒 撞到石阶死掉 他们都觉得 爸你怎么会这样死 搞不清楚 后来这张照片他们才连接起来 第四个则是 有一群人他们去森林公园玩 可是你看这个男的 他们很开心的在拍照 但你有发现吗 这张照片还真的是令人发毛 因为右边这两个 错乱的一些影像形成的 竟然是两个灵体 而且这两个灵体 看起来 他们似乎不是很愉快 因为这个你不觉得 你看有人脸耶 像是被砍入在那个 怎么会站在石头上面 被砍入在那个石头里头 而且似乎两个 所呈现出来的影像 都是在求救 或者是在挣扎 或者是在诉说 他们好像有什么冤屈 而最后离底飘散不去 在附着石头里头 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照片 一群人 他们到饭店去毕业旅行玩乐 在饭店拍照 这是一个毕业旅行 拍了愉快的照片 不过 你会发现这个女同学 哪一位 就是左边的那一位 最后排的那一位 我们镜头可以再拉近一点 你会发现 左边那个小女孩 她旁边 立刚刚你看到了吗 你有看到她是不是在比叶 她在比叶 没错啊 你只看到叶吗 我是只看到叶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老婆婆的脸 你看到没有 怎么会这样子 我怎么知道怎么会这样子 不可吧 小女孩很想问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小女孩正收 小女孩的后面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老婆婆呢 她给了你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她说这个老婆婆的脸 出现只有半边的 五官不完整的 那好像是我的阿嬷 所以这张照片 虽然看起来炸死恐怖 不过她也透露一点点的温馨 原来阿嬷也许 是跟着她一起去毕业旅行 因为她太喜欢她的小孙女 五张灵异的照片 你看了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但是也许只是因为照相的技术 还有包含了光影的折射 而造成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状况 但是也许真有其事 也许只是一个照相出来的光影折射 不过说到镜子 大家最喜欢看什么 白雪公主里面有魔镜 魔镜 魔镜 我长得美不美 但是在法国也有一个魔镜 这个魔镜 你看了它之后 可会夺你的性命 250年 38条人命 不相信吗 1997年11月 法国古玩收集协会 通令所有的会员 绝对不要收藏一副什么 这一副魔镜 是1743年出厂的 它的镜框旁边刻的有 Louis Arpo 这个名字的一面魔镜 绝对不要收藏 这个镜子不能收藏 它是一面杀人魔镜 一面镜子怎么可能杀人呢 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现在讲的是1997年的事 对不对 那1743年的事实上 就是它的出厂的年份 那制作它的人是谁呢 谁 就是阿尔坡 阿尔坡是什么 制镜工人 他一辈子都爱做镜子 但是这这么古早的镜 这么古董的镜 一定很多人想收藏 是啊 你看很古典很漂亮 对不对 是啊 而且有手工打造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先把答案告诉你 因为后来是回溯推回去 才知道阿尔坡在制好了 这面镜子的两天后 你知道吗 突然有一天这样子 正在掃这个镜子的碎片的时候 砰 两天 才两天 突然在工作台上倒下去 结果医生一来一看 嗯 脑溢血 他以前没有这样的病史 走啦 他虽然年纪大 但他从来不会说什么 有时候突然心脏不舒服 或脑袋不舒服 就是脑溢血死亡 什么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很奇怪 对不对 好 死亡脑溢血 那也没 那也 算了 过了多久时间你知道吗 过了22年 你知道这张杀人魔镜 竟然流落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流落到哪里了 流落在一个路边的小摊上 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叫 阿内卡诺 一看 哇 这面镜子绝对值钱 很古典 价值年车 我现在已经说22年 22年之后了 对不对 马上就把它买回去了 买回去以后 它挂在哪里 过来卧室的墙壁上面 好 过来卧室的墙壁上面 结果你知道吗 三天之内 三天 我刚才讲的是三天 这一次阿内卡诺也是 三天没有去出版社上班 老板赶快叫人 去他家里面找他 结果房门打不开 叫房东太太来开门 才发现他已经倒在哪里 卧室的地盘上 那个下巴还刮得很高 还没有轻掉 赶快送去医院 回天拔住 一叉 也是脑溢血 从这以后我跟你讲 陆续换了不知道多少组人 三十多个 一百多年 这三十个人 全部都死于非命 过了250年 死了38个人 好 我跟你讲 到最后有一个不怕死的 不相信这种诅咒了 叫什么 叫怀思博士 他是考古学 考古学家 他说 我自然有 我有我的庙方 来解开这个谜团 你知道他怎么解开吗 怎么解 他是美国人 刚刚讲的 全部都是法国人 被害者都法国人 他特别跑到法国 找到这面镜子 带回美国去 你知道吗 他把他一样 放在书房里面 可是他做一个秘密小实验 放好 实验做好以后 他就走了 然后当天晚上 他回来的时候 一看 他的小实验 就奏效了 他小实验就是 在镜子面前 放了两只 两只小老鼠的一个笼子 两只小老鼠也死了 镜框上 木头一定有问题 他刮一点 中去化验 果然发现 这个树叫什么 库拉树 原来库拉树已经绝种了 但欧洲森林找不到了 绝种百年了 库拉树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 太阳照到的时候 他会发出 强大的剧毒的气体 你只要一吸 脑血管就会爆裂 造成脑溢血 那怀思博士自己 为什么没事 老鼠会有事 因为他都把窗帘拉紧 都没有阳光可以照照 阳光不照照 他就会散发这种毒气 那你说老鼠为什么会死 因为他太太曾经把窗帘打开 他太太没有逗留 所以他太太好在也没死 大家就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 正当怀思博士要 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 我们解开谜团了嘛 250年杀了38人 结果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这个意思 阿尔波杀人魔镜 不见了 到现在都找不到 阿尔波魔镜的下落 魔镜到哪去了 魔镜消失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到这个魔镜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电影呢 卡诺 他已经登上了美国大联盟了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 来告诉你